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2月7号2023年 今天是我今天的第二个视频 这个视频最主要谈谈中国的口福亚阿兹福地 在真实社会上的一个数据 上一段时间很多人问我关于这个药物的真实社会数据的论文 问我是如何看的 我一直不想回复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微博上面 在对国内的听众和观众们做各方面的科普 所以很多东西我都觉得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关于阿兹福地的东西我该说的已经早就说了 所以我不想再介入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里面去了 然而在最近就是上几天 我的微博也好搜谷也好 基本上全部都给封了 那么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本来对于国内的科普 我只是觉得有这个义务 因为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我觉得有这个义务帮他们一下 那么现在他们这么一封 我反而把自己的思想包裹给放下来了 可以让我畅所欲言 那么现在我就把阿兹福定真实社会的数据 把我的办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的话 我欢迎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我相信我的专业的判断 好吧 那么看看就最主要是两篇论文 一篇论文是这一篇 这篇论文它是说阿兹福定是一个回顾性的 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文章 它一共是用了207个患者 里面有166个 也就是80.2% 是用了阿兹福定的 其余是没有用阿兹福定 然后他们进行对比 对比发现就是服用阿兹福定的人 病毒排出时间简短 也就是说它转音的时间快 这里面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们也看到了 用药的是80% 不用药的只有20% 不管怎么样 加在一起只有207例 对于这类回顾性的一个总结性的文章 我们一般的情况之下 标准和双盲不一样 双盲测试由于患者和医生 大家都不知道在使用什么药物 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排除很多外来的干扰 但是这种回顾性的就不一样了 回顾性的这种论文 因为谜底早就已经解开了 所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量 来填补双盲测试的不足 比如说像Pixelovit 汇率的Pixelovit 他们就用了几万人的一个数据来填补这方面的不足 而得出他们有80%几的有效率 但是这个里面第一个数据就是严重的不足 207人 这个对于双盲是够了 对于回顾性的这个是远远不够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核酸测试转因为标准 我们现在都知道核酸测试是很容易抓到感染 但是核酸测试转因并不能作为新冠症状康复的一个标准 因为这里面误差实在太大了 因为你在口鼻腔里面没有病毒的核酸 并不代表但体内没有 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 一旦发现新冠感染 我们都是以后用症状来确定这位患者的情况如何 而不是用核酸的阴性或者核酸的阳性 而且哪怕是核酸的阳性 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检测的无差 这个我在前面的视频也就讲过了 所以这个呢 这里面有这两大的一个缺陷 那么另外一篇呢 是在1月23号吧 发布的 这是很多人问我的 这篇文章呢 它一共是用了1505个住院患者 然后呢在里面呢 有226人呢 用了阿兹福定 然后呢 他再去找了226个和他相匹配的人群 进行一对一的对比 然后他得出来呢 不管是症状啊 不管是住院啊 还是死亡啊 比例啊 都阿兹福定就大规模的下降 如果这个测试是个双盲测试的话 我会为他点赞 因为他这样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他这个是回顾性的 我先不说那个人数多少 人数多少刚才我已经说了 但是比前面那个毕竟是多 因为他两个加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有500个患者 人数比前面多了 但是他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一般我们医学界 他一共用了1505人 然后他说有77个人小于18岁 有426人使用了其他的抗病毒药物 有102人在住院的时候已经需要吸氧 那么他把这些人给去除了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们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用阿兹福定是226人 没用的是674人 然后这个时候他在进行匹配 匹对 也就是说在674人里面要去找出人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 患者的情况了 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把226人的数据 和674人的数据进行对比 而不是在674人里面 再挑选出226人 因为这个挑选由于已经知道了患者的情况 这个里面就会出现了很大的恶人的感觉 在里面 这里面就会出现我们英文叫Bias 就是有偏见 这就会严重的影响了数据的结果 举个例子说吧 如果674人里面有两个人同时和里面有一个患者PP的话 但是一个人病情严重了 一个人病情没有严重 好了 那么他为了这个结果好看的话 他就可能下意识的去选择了那个病情变重的那一位 这就会影响了结果 这就是一个回顾性研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 我并没有说他是一定在造假 我只是说关于这类临床的论文 必须要用大量的人数 而且要尽量少人为的干预 这样的结果才有意义 这个里面人为干预的因素实在太高 所以这两个临床测试都有他的缺陷 那么到底阿兹夫定有没有效果 那么我觉得应该有更加大的数据 更加严谨的一个临床才能得出这方面的结论 好了 我今天分析到这里了 如果说大家在看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不要传到国内去 我也不想给你们造成各样的麻烦 但是我该说的我一定会说 好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